现在你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就是每次都是俄罗斯的飞机给日本画地图 你从来没有见过日本的飞机给俄罗斯画地图 航空也不够 俄罗斯那么大 是不是这个道理 起码在太平洋这块他不敢 他不敢主动去 现在日本正在研究什么极体自卫权 什么具有先发之人的打击 俄罗斯很少进行大家的评论 没有 俄罗斯要做的是你小子你敢 你弄弄我试试 我一下被你灭了 他不怎么说话 他全是用这种实际行动 你说了半天说了半天 他撑压去一下飞机 撑压去一个飞机编队 然后他就或者是来一堆舰艇 他用这种办法 就是直接把枪口对着你的口咙 用实际行动教训日本 让你老实点 就是他教训日本在于什么 暗含的意思呢 就是你要知道你是个战败股 现在就干脆把这个事起义为常 变成一个例行宗事 哪天对他们这个日本的高官发表什么言论不满意了 拿飞机转一串 日本就老实了 行为艺术 就成为一种行为艺术 这就是俄罗斯 所以说你这样的话就没人敢惹他 日本这个民族历史上 就是一个欺软怕硬的民族 普京有一句名言 就没有一个强大的军队 就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 这是人家从自己血的教训当中得出来的经验 如果大家去重读这个畅销书 大家都会提供的 我自己是有提供的 其实看书 你买了不看也行 你放在地方 它是个念想 买一本吧 钱也不贵 我给你退销退销 这个退销书不算对